今次這個大家的憧憬是否有機會成真呢 新經濟股又會有一個大翻新的樣子 其實新經濟股裏面 其實我們的講解很明顯 就是剛才我都分析過 他們的主力比較大的反大 其實來說是兩點 第一來說是情緒修復 第二就是說股值壓到下去 因為股價其實有很多已經是跌了50% 至到80%以上股等 當你跌了這麼多的時候 其實就算你的業績是稍微倒退也好 你的PE反而是會低了的 就是因為打個比方 譬如說你的股價是上面那裡 譬如Nexy是200元 是跌下去20多元的 那你跌了90%了 但是如果你的盈利 就是幻想只是倒退21%的話 那其實我掃到一個結論 你去到20元那個位 你的PE究竟是因為被盈利是倒退 而拉高的PE 實際上股價是拖累得太厲害了 制宜拉低的PE 那很明顯這個數目的答案 我肯定是拉低的PE 因為股價是過分地下跌的 而我們說市場上真的有類似股份是這樣 所以它有一個所謂情緒的修復 但是其實它又要提醒一點 在股份裏面你看到近來 他們ATMSJN 他們彈的幅度其實是不同的 而我覺得這一種彈的幅度不同 到處就充滿理性了 大家就發覺前面跌的那段 你就說跌得太過分了 或者是沒有理性了 但是我覺得它近來反彈的參差不齊 是充滿著理性的 它完全是看回那個積期的業績是怎樣 還有再用這個積期的業績 即是可能預測回未來兩三季的業績的情況 究竟無論營收或者是盈利的增長究竟是怎樣呢 如果是相對弱勢的那些 它就彈一棍 就是彈一下就算了 然後就是會跟隨指數走 因為其實近來的指數每天都是非常大好 作為ATMSJN有部分的股份 都是恆生指數的成分股 所以變成了我恆子強的話 我就被動地拉一拉 但如果恆子弱的時候 它們都有機會是打回原形的 即是回合一陣 我說業績是相對無論營收或者營利比較弱的代表 譬如有700或者9988 而我們說表現中性一般 又不是特別好又不是特別差的 新藍走成員就有京東 而比較偏好的那些就是有9999 但是為什麼呢 我從頭到尾都不要說美徒 因為美徒屬於一個特例 就是它的業績是真的不錯 不過股價已經是彈了一倍 所以我當它已經反映了 我當它已經是OK 那它就是屬於一個中性之列 所以那個結論就是說 其實大家選股都要注意 就是說有一些如果是根據即期的業績 我們又可能預期到 未來兩三位可能會有一點點的股份 其實你是頭期就是說想亂買一個證股 去搭車搏去鑽一部Felder上升 其實來說都可能會摸中指貪高位 又打下來的問題 所以你看看那個公司的業績 或者未來的前景的情況 要去拿捏那個價位 這樣來看你做股是會舒服一點的 而不是說因為現在的氣氛 特別是昨天升降六百多點 然後又盲買這樣 那你可能又是無限高追低估了 你ocq的問題 還會在那一位公司會 這位公司會說 是老二是新的 很好的 你早就有什麼 那一位公司會預定 你不妨礼 你不妨礼